还有没有其他AI工具为漫画而生呢? 有,当然有 我们今天就再来讲大家敲碗已久的主题 用AI创作漫画 嘿,我是忍者妈妈 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这一集课程由我的AI语音助理Tala来帮大家讲课 让我们一起欢迎Tala 大家好,我是Tala 我的名字一指星光 就像星星指引方向 我希望成为你智慧的光源 为你带来指引与温暖 如果觉得我的语速太快 请自行调整 林小美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对漫画创作充满热情 从小,她就迷恋漫画 幻想着能创作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将脑海中那些奇幻的世界和角色展示给所有人看 然而,现实却不断将她的梦想拉回来 时间总是不够 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也让她难以找到完整的空闲来学习画迹 某天晚上,她又一次坐在桌前看着那本自己没画完的手稿 心中充满了挫折感与无力感 她不禁回想起那些无数个深夜 自己努力绘画却总是无法达到理想效果 那份深深的无奈与渴望交织在一起 让她感到仿佛梦想离自己越来越远 她想,如果能有个方法能够帮助她完成这些分镜图 那该有多好 就在这时,她在网上看到了DashTune的介绍 一个AI漫画创作工具 声称可以轻松完成分镜设计 小美半信半疑的点进网站 决定给自己一次机会,让AI来帮助她圆梦 首先来到她的网站 用Google账号登入 页面往下滑,可以找到App下载选项 这款App主要用于阅读漫画 创作的部分还是要在网页版使用 回到页面上面,点选Read 你可以看到别人发布的作品 将来,你的作品发布后,也会出现在这里 同时也能在App上被浏览 这种设计让你的创作能够更广泛地被读者看到核心上 我们随机点进一本看看 进来后你会看到这里有书名,分类,故事简介 还有五集可以免费阅读 所以前五集的内容安排很重要 她会决定读者要不要继续看下去 再来,小美点选Create,点选Go to Studio 但是小美的英文不太好,要怎么切换语言呢 她点选了右上角,设定,变更语言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不过中文没有翻译得很好 如果你可以看英文的话 建议还是用英文的界面 接着,小美点选建立新的一版表 旧账号有15000点 这个AI工具之前有大改版一次 我之前准备到一半 刚好遇到她大改版 这也是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讲她的原因 不过,她改版之后界面变得更好用 更直觉 另外一点,她还在继续更新中 所以目前暂停创建新角色 只能从既有的资料库中选取 如果是新账号呢? 我相信大家都是新账号 因为所有华语频道 除了一个专门讲AI新工具的频道 有简单提过之外 全网没有人详细介绍过这个工具 听到这边,还不赶快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以免露接更多精彩的教学 顺便提一下 之前介绍过的Comic AI Sky Reels 一主后,我就已经放弃那样工具 因为我觉得它处理的方式很不好 也不透明 我用的其他AI工具 如果有异状 例如被骇客攻击 暂时一到Discord使用 他们都会通知使用者 但是那一家什么官宣也没有 好不容易流量稍有起色 结果工具挂了 真是尴尬啊 现在只是因为影片已经占据演算法的优势 外加我还需要累积观看时长 所以不会下架 这样也可以让想学习的同学 在茫茫大海中更快找到我 虽然工具不用了 但之前讲的一些概念还是有用的 所以不会白学 之前学到的东西 在这边很多概念是相似的 有上次的经验之后 这次我会多介绍几个不同的AI漫画工具 不再只介绍一个 回到我们的主题 如果是新加入的账号会有500点 发布三集之后 会再给奖励点数 这是他们目前的收费方式 这一类的AI工具不是只有推广AI工具 他们更想推广的是漫画阅读平台 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发布作品 也有创作者基金 小美进入新的仪表版之后 分为三大块 故事撰写 剧本 编辑 如果你有想法 可以选择左边 根据文字提示建立故事 简单输入想法 让AI帮你写故事 如果连想法都没有的话 可以选择右边 从范例故事开始 但是 小美已经有自己完整的故事了 该怎么做呢 她直接点选 剧本 贴上第一张的故事内容 艾伦默根曾经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 按下 添加 瞬间 DashTune自动生成了符合故事的分镜图 包含情节描述 时间 地点 镜头角度 镜头远近 还可以自动截取故事中的角色 及对话 小美很好奇 为什么要有时间这个栏位呢 时间对分镜中的光线有着重要影响 从早晨到晚上 光线的变化能为故事营造不同的氛围 此外 我们之前学过的 天气的变化 也能增添故事情节的丰富性 不同的视角 如正视 测试 后视 仰望和俯瞰 都能传达独特的含义 镜头的选择 无论是远景 特写还是广角 都能帮助我们 突出故事中的关键元素 增强画面的表现力 AI生成完成后 在这里会显示绿色 准备好了 如果不满意 可以直接点选这里 重新生成单一分镜 如果点选最下面这个 则会全部重新生成 小美看到屏幕上那鲜活的画面 眼睛未知已亮 不用再为画迹感到烦恼 也不用再花上好几个小时 去购思每一帧的细节 Dash Tune让她的故事 不再只是停留在脑海中 而是变成了可以被看到的画面 这对于小美来说 就像是拿到了一把 打开梦想大门的钥匙 但是小美发现 有些分镜没有截取到 故事中的角色 该怎么办呢 只要点选角色 新增角色 这边就有现成的各种角色 可以选择 选好之后按下确定 为角色命名 这边还可以填入角色的别名 有时候故事中的角色 会有不同的称呼 例如艾伦·莫根 也常会叫艾伦而异 所以要注明上去 这样AI才抓得到 故事中的角色 图片下面会有角色的描述 这个无法更改 按下确认后 回到分镜 就会看到我们的角色 出现在这里 并且根据我们刚刚的故事 自动写好了角色的动作 服装及表情 第二个分镜一样点选这里 将角色新增进来 Dash Tune不仅能自动生成分镜 还允许小美根据故事情节 灵活调整角色的动作和表情 这些细腻的变化 为她的漫画增添了 丰富的层次感 使每个场景都栩栩如生 更能打动读者的心 通过改变角色的服装和表情 小美可以巧妙地 反映角色的成长历程 这些细节上的巧思 不仅让她的漫画 更具视觉冲击力 也让读者能更深入地 感受到角色的变化和成长 仿佛亲身经历了这段旅程 分镜构图完成后 小美还有一些细节要修改 点选 编辑 来到编辑的界面 上面这里有很多种漫画风格 我们可以用不同风格 诠释不同的作品 也可以根据故事内容 或文化差异来选择 无论是日式的细腻风格 还是欧美的粗广风格 都能让创作者灵活选择 完美表达 接着 我们来看它的架构 它是属于网路漫画的架构 就是调漫的意思 一个长条形的页面往下拉 一个page可以放好几个frame 每个frame放一张图片 至于对话气泡框跟其他物件 就可以自由排版 当然 漫画排版的重点 就是引导读者阅读的顺序 读者看得越顺 就越容易入戏 就会想要一直看下去 如果顺序跳来跳去 让读者看不懂 读者会很快就放弃阅读 然后 我们来看右手边的工具列 第一个 设定 点选不同物件 例如框架 图片或对话气泡框等等 它会出现这些物件的属性 可以做修改或调整 第二个 图片生成 除了刚刚分镜那边 你也可以直接到编辑页面 这里生成分镜图 这里有各种AI生成图片的方式 文字生成图片 局部修改 将已有的分镜草稿转成图片 及时影像生成 以图生图 截取参考图像的轮廓生成图片 如果你已经有用过其他AI生图工具 例如lienaro.ai 对这些方法应该就不陌生 没用过的同学也不用担心 我们今天先认识整个操作环境 之后再一个一个用实力演示的方式慢慢讲 选完生图方式 选择角色 填入提示词 复向提示词 这边还可以选择表情 以及调整表情的强度 最后按下生成就可以了 再来 小美刚刚在生成分镜时 一个分镜按了两次生成 后来发现她比较喜欢第一次生成的分镜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她可以点选第三个 历史资料 在这里找到她喜欢的那张分镜图片 然后点选 应用 就可以了 这边中文真的翻得很烂 所以我还是建议可以接受英文界面的同学 就用英文的界面 最后一个就是 图存架构 接着 我们来看左手边的工具列 第一个 选取 用来选择个别物件 个别移动或删除 第二个 平移 用来移动整个页面 第三个 框架 点选左边新增框架 点选右边设定 这里就可以选择框架的形状 线条的粗细 线条的颜色 这里可以调整框架的大小 选择框架里的图片是否要跟着框架缩放 选择长宽是否要联动改变 再来 左边新增空白页面 右边一样点选设定 可以调整页面的高度和颜色 颜色还可以设定间层 从未间层倒闭 可以调整透明度 也可以用低管吸取特定颜色 再来 笔刷 可以选择软笔 硬笔 颜色 宽度 硬度 还可以透过压力控制笔画大小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有电绘版 或是用平板创作 打开压力控制 就会像我们平常写字或画图 越大力笔画会越粗越重 反之 笔画就越细小 再来 橡皮擦 很多AI工具都会有橡皮擦跟魔术橡皮擦 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 一个是单纯擦除 一个是擦除后再重新生成 不过我测试当天 橡皮擦功能无法运作 如果你也遇到这个问题 不用太惊讶 再来 遮罩工具 用来做局部修改 现在几乎每个AI绘图工具都有的功能 也是最常用的 我们等一下直接用实力示范 接着是移除背景 一点下去就会进行移除背景 如果你要保留原图 要先复制图片放旁边 背景移除后 如果觉得OK 就直接点选确认 它会替换掉原图 然后 图片转高清有分两种 跟Mid Journey的网页版一样 一种是依照原图提高解析度 一种是在提高解析度的同时增加创意 把图片变得更精致 但跟原图就会有一点差异 再来这个是区块分割 自动将图片一色块分割 方便我们选取局部区块做修改 然后 这边可以自由上传及下载图片 或是点选图片后按右键也有下载选项 上次有同学反映说 它的图片都跟着就工具一起消失了 为了避免这种问题 建议大家还是都要自己留备份 我个人是都会备份 再来就是添加文字跟对话气泡框 新增对话气泡框后 右边点选设定 这里可以选择不同形状的对话气泡框 可以选择要不要尾巴 尾巴的样式 宽度 还可以直接用滑鼠拖翼尾巴的位置 另外选择 对话框的线条粗细 颜色 对话框内填满的颜色 文字的字形 大小 颜色 另外一点 跟我们一般使用的文书工具一样 选择物件 按右键 这里可以调整谁要移到最前面 最后 这个是跟官方回报错误的功能 如果遇到深途失败 但点数却未退回 要记得截图传给官方 他们才有办法处理 当然 也可以加入官方的Discord群组 接收更多的资讯 至于上面这两个 是旋转物件的功能 另外 官方也很贴心 当我们还不熟悉如何操作时 点选图片 这里会有相关的教学连结 熟悉操作界面后 小美看了一下刚刚生成的分镜图 角色的服装并不一致 她该怎么做呢 首先 点选笔刷工具 吸取她要的衣服颜色 直接画在主角身上 如果要保留衣服上面的折痕 这些地方可以选择用软笔刷来涂 就会带有一点半透明 不会是实色 再来 因为是短袖 所以接着吸取皮肤的颜色 将长袖的部分涂成手臂的颜色 然后 选取遮罩工具 先选取衣服的部分 填上提示词 再新增第二个遮罩工具 选取手臂的范围 一样填上提示词 最后按下生成就可以了 从这个生成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用笔刷涂色时 要很仔细 不能涂得太大概 不然就会变成这样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直接用遮罩工具就好 不知道大家平常在用其他AI工具 做局部修改时 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不太起作用 如果有 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先在图片上面 用笔刷涂色做记号 AI生成时 会有更明确的资讯 可以参考 那它生成的结果 就会更符合我们的期待 接下来 小美想要利用 景深的效果来图显主角 该怎么做呢 第一步 将主角与场景分离 第二步 将场景变模糊 在这之前 要先复制原本的图片 然后再开始执行 首先 将主角与场景分离 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 选取图片 移除背景 再用橡皮擦或魔术橡皮擦 将其他不要的路人擦掉 二 选取图片 点选区块分割的工具 点选不要的区块 选择 从图像中删除片段 或是反过来操作 选择要的区块 点选 将片段提取为影像 都可以达成我们的目的 成功将主角分离 区块分割这里 还有这些其他功能 有兴趣的同学 再自己玩一玩 再来 第二步 点选魔术橡皮擦 选取背景图片中的主角 点选魔法擦除 然后选取图片 来到右边的设定 这里有一个 模糊 调整模糊的程度 最后 将分离的主角与模糊的背景 合在一起 就创造了我们要的景深效果 突出主角的面容 这些简单而巧妙的操作 让小美能够精准地 引导读者的视线 突出故事中的关键元素 通过调整景深和焦点 它成功地增强了画面的层次感 让读者更容易沉浸在故事中 体验更加丰富和生动的视觉效果 接着 我们可以把刚刚没修好的这个部分 用魔术橡皮擦再修一次 另外讲一下 每个东西都是一个物件 像这个魔术橡皮擦的痕迹 只要点选左边的选取工具 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物件 直接点选移动或删除 完成这两个分镜的细节编辑之后 小美点选上面的剧本 拉到最下面继续加入新的分镜 也可以在分镜跟分镜中间新增分镜 或删除分镜 以适应故事节奏的变化 一样直接贴上故事内容 按添加就可以了 对话这边我是没有特别填 如果AI没有抓到 之后再补上去就好 小美的第三个分镜出现了故事的第二个角色 角色在第一次出现时通常要自己加 点选添加 选择角色 命名 别名 最后按下确认就可以了 这边要注意一点 左边一个分镜面板配右边预览一张图 按重新生成才会奏效 如果AI开始填完故事后 就没有自动生成右边的预览图片 你就要点选复制 复制分镜面板 再新的分镜面板重新按产生 这样才会重新生成 而且不用重新填一次所有资料 然后再把没有生图成功的分镜面板删除 第一次没有生图成功的分镜 后面按产生是不会重新生成的 当然 你也可以不用回到剧本生成新分镜 你可以在编辑页面的生图功能这里直接生成下一张图片 接着 我们来看用英文提示词跟中文提示词有什么差异吗 完全抓不到角色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角色别名这边 都只有写中文的 每家英文的别名 现在突然换成英文提示词 AI当然抓不到资料咯 我们把别名补上去之后 再把角色加入分镜中就可以了 它就会依照故事情节自动填入角色的动作 表情跟服装 资料确认没问题之后 再按这里让分镜个别重新生成 目前测试下来 服装部分还是很难统一 还是必须手动修正 所以现阶段的角色服装尽量不要太复杂 不然后面要花很多时间修改 甚至很难修 不过还好的是 大多数漫画其实很少有全身镜头 剧情的张力还是大多集中在人物的表情上 完成之后 按下右上角的 发布 就可以发表你的作品了 但在这之前 关于故事的介绍 分类及缩图 都要记得完善 后来 小美的朋友小强知道了她的创作计划 也希望能加入一起创作 小美透过加入Email的方式 让小强可以加入她的专案协作 小强可以透过评论功能在每一个分镜上留下具体的建议 这种协作方式 让小美感受到创作不再是孤军奋战 而是有伙伴一起碰撞灵感 共同创作出更丰富的故事 这样的互动不仅让创作更加高效 也让每一个场景都更加完善 那要怎么将小强加入呢 小美点选故事专案 编辑详细资料 选择 users 加入小强的Email 按添加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 这里还可以完善我们刚刚讲的故事标题 分类 简介 这里可以上传或更改故事缩图 这边可以设定风格及角色 故事缩图及标题决定读者要不要点进来 故事分类及简介决定读者要不要开始看 前五集决定读者之后要不要继续付费看下去 每一部都很重要 单集也可以透过这里变更名称及缩图 小美的漫画梦透过DashTune得以实现 这个AI工具不仅解决了技术难题 还让她专注于故事和角色发展 尽管是AI生成 小美人能自由修改 保持创作乐趣 她的作品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 这让小美深刻体会到 漫画不仅实现了她的梦想 更发挥了她的影响力 每一个漫画家都有一个世界 而DashTune则是那把可以打开世界的钥匙 提供简单易懂的操作界面 帮助你精确掌控创作的每一步 快速且有效地实现创作 陪你一起探索无限可能 你准备好 让你心中的故事活起来了吗 赶快去试试看吧 一起将那些从未说出的故事 变成能够被看见的画面 每一个灵感都值得被记录 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讲述 现在 就是让你梦想成真的时候 开始属于你的漫画创作之旅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 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